你有慢性肝炎吗 仔细听来陈医师 疲倦无力 这个是慢性肝炎的症状吗 这是一个慢性肝炎 比较普遍容易看到的 不过其实我们常说 肝脏它本身并没有那种疼痛的神经 所以最好的方式 还是我们要靠一些抽血的检查 就是俗称肝脏的GOT、GPT的一些检查 或超音波 那这样我们才能够比较明确的知道说 肝脏是不是真的有慢性的发炎 可是平常日常生活当中 很多的我们的患者都会问说 如果我等到这个看到眼睛已经发黄 那已经是黄胆了 那个其实在程度上已经非常的严重 所以其实我们会希望说 一般我们要注意几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说当我们的小便 颜色就比较茶核色的时候 在这个位置尿液比较深黄色的时候就要注意了 那另外第二个就是说食欲有差 就变得比较不想吃油腻的食物 不要等到说真的已经有耳心呕吐腹泻 因为那个时候的症状都比较严重 我们在轻微的时候就要稍微注意 那第三个的话就是说我们看我们的手掌 手掌 我们的手掌如果假设在这个大鱼剂跟小鱼剂的部分 假设也比较红 那因为我们现在都很健康 我们看不出来这个所谓的肝脏 肝脏的话它变成非常非常的红 那这是因为当肝脏有病变的时候 肝脏会转变 哪一个地点 这是大鱼剂 这个区块 就这里 那另外这是小鱼剂 就这儿 它相对的会比其他的部位比较红 那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当肝脏有病变的时候 肝脏会做变化 那么微血管它会扩张 所以这时候就看得出来会比较红一点点 比较红就可能会有问题了 好 这个是我们要先自我检测的观察法 现场看到这个是零芝排骨蛤蜊汤 促进肝细胞的修复 哇 疯疯不不诶 陈希这里面有什么啊 这里面除了我们第一个就看到我们有红枣 红枣它有补血的作用 其实在肝脏做修复一定要有这个 另外这一个药材它本身就是零芝已经切片过后的 那零芝它本身来讲就是对我们身体肝脏的这个清热解毒 就是消除致油肌帮助是很大的 我一定要把这个零芝找到给大家看 这个煮过的 这三片就是好漂亮哦 就是这个药材 零芝 对 所以其实在我们零芝它是属于中药当中一种叫做真菌多糖 它含有的多糖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呢会帮助我们的肝细胞的一个修复 它的做法就是排骨灵芝啰 然后做好事先的预防再有所谓的慢性肝疲劳造成肝发炎 甚至我们讲说肝线化肝阴化病变成肝癌我们中医最重视就是提早的预防 那在一些药膝当中其实平常大家居家就可以注意 偶尔就可以一个礼拜吃个一次 好铁粉们您拍下来了吗 再给你一点点时间拍下这个零芝排骨蛤蜊汤 因为中医师讲说你平常就可以喝 对不对就可以饮用了 再来好棒的和手屋粥 和手屋粥是改善脂肪肝 对关于这个粥就是我们现场的这一个的药材 其实我们直接切入它的重点 就是说为什么和手屋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其实它是我们中药材四大仙药之一 和手屋是一个黄金 林芝刚才也是四大仙药之一 和手屋它的作用在我们现代的一个药膳 最主要它能够让我们的身体的脂肪代谢好一点 因为我发现现代的人不见得一定说是体重胖 或者是说因为吃得很油腻 本身它肝脏的一个代谢转换不好的话 都很可能你不自觉去做健康检查 就发现说我有脂肪的这个堆积在肝脏 造成脂肪肝 脂肪肝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变成慢性肝发炎 所以和手屋鸡汤和手屋粥 其实是在我们中药的药膳当中 对我们肝脏的一个脂肪代谢非常好的一个药材 好所以材料有和手屋 燕麦片各30克 小米50克 红枣10克 好精准哦 九哥不行哦 可以啊 但是那个因为它有一个甜味在 所以其实它在我们的一些中药材当中 有一些脚味的功能 从大学时代就被说你是郭富城 好棒哦 真的假的 玩笑话 但我老婆觉得我比较像梁朝伟 我跟我老婆 我们在看我们以前的信件 我们就看到这个以前 我们小时候小时候啦 那时候是我二 我那时候几岁 24岁 他那时候19岁 然后那时候就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我觉得我现在每个人小时候都有签过这种合约吧 14年前啊 20 2005 合约书第一条 伟山陪燕君去打球 但不能每次见面都去打球 我太爱运动了 太爱打球了 然后我每次跟他 以前跟他约会的时候都是说 那我去打球 你要不要陪我去 他说好啊 就这样 然后80%的时候 他都在篮球场旁边等我 对啊 就很可爱 很多很可爱的东西啦 就 不可以把我的 把我老婆的事情 把伟山的事情 跟别的女生的事情搞混 这样伟山会难过 您这个也要如何 对对对 就很可爱 还有什么如果 如果燕君没有来打给伟山的话 不要说 我等一下打给你 或是说我已经到了 然后如果 如果没有打打他的话 他会担心 这个也要入合约 对就是 就是小女生的想法 对就以前嘛 你们应该都有这样子 没有没有 没有耶 你没有吗 没有耶 你没有吗 你不会这样吗 没有耶 然后这个总共有14条 14条对 就是随着岁月增加 那个 那个条款也一直增加 对 14条是 燕君跟伟山最少要 栽齐五年 如果有一方做了对不起另一方的事情 那这项合约就将永远无效 哦 这有律师见证吗 没有 只要表在墙上 不认为 那这项目的事 有什么事 没有 这项目的事 是有什么事 是有什么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